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以前小朋友啊我也知道啊我们海南的小朋友尤其是李祖有一个跳竹竿舞的习惯特别喜欢是这样吗 是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我们海南岛竹竿舞也叫做跳竹竿 李祖话的意思就是跳柴 跳舞的跳柴火的柴 很多从外国到这来旅游的旅客都说这是一种世界罕见的健美操 哦真是了不起而且互动性很强 我知道呢我们的竹竿舞啊还走进了校园 许多的同学啊都会表演都会跳 那接下来我特别有一个心愿和我的主持人同行一起来参与一下表演竹竿舞怎么样 好的好请欣赏 山高学校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竹竿舞表演 山高学校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竹竿舞表演 带来的竹竿舞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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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那其中离族就生活在海南岛 离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而且他们的文化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那说到这我想到了以前来过海南好几次了 那么非常漂亮的离族的知己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国宋代著名的女纺织家黄道婆 就是在离族传统的纺织工艺基础之上进行改进的 她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工具和技艺 为当时的纺织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8年海南岛被我国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海南的经济建设也发展得非常好 那离族人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一群来自于东方市的小百灵们 给我们带来离族歌曲 各族人民一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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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